据环球网引引今日俄罗斯3月17日报道 当地时间17日 俄罗斯宣布召回驻美大使安东诺夫 俄罗斯外交部称 安东诺夫必须回到莫斯科 就美俄关系进行磋商和讨论 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称 近年来美俄关系在美方的引导下进入了死胡同 目前仍处于恶劣阶段 俄方有意避免双方关系出现不可逆转的恶化 并希望拜登的官员也明白这种情况的风险 当地时间17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扩大对俄罗斯的出口制裁 此外拜登公开宣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杀手 16日拜登在受访时表示 他同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杀手的说法 还说后者会为干涉美国大选付出代价 针对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的说法 俄罗斯驻美大使馆17日表示 美国的指控毫无证据 俄国家杜马主席维亚齐斯拉夫 沃洛金对此说法碰击称 普京是我们的总统 攻击他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攻击 今日俄罗斯16日 援引俄罗斯专家就此做出评论 表示美国民主党是在为制裁俄罗斯 寻找借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